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立伊兰大学某克思课程 我们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物理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韦波罗的爱恨经筹 part 3 part 3 付票是遵守规范永保安康 哦 怎么这么逊的副标题啊 这到底在干嘛 其实是这样子 当我们提到安全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打折扣的 完全不能打折扣 所以我们还是乖乖地把这个副标题下好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永保安康的重点就在于 你一定要遵守规范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讲解今天的内容 这是今天的内容 能力大的工具也常伴随着风险 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 维波炉常见的危险使用方式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咯 电磁波还有辐射 可以说是在台湾最被人讨厌的环境金素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的抗争 都是为了这两个东西 好 我们并不是要为电磁波或辐射来讲好话 而是要告诉你有一些电磁波 有一些辐射 比如像微波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做辐射 可是它我们知道它比如是我们所讲的 游离辐射那种辐射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告诉你 这些让人讨厌的东西呢 我们经过了三个单元之后呢 我相信你一定增加了不少对微波炉的认识 也因此而增加对微波的了解 所以相信你已经开始了解电磁波 或者说微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们呢 使用火的时候要遵守规范 其实在中国的传说里面 其实有一个叫做碎人士的 其实是非常的引起人家的兴趣 至少引起我的兴趣 为什么 我小时候看到碎人士就在想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花锅 其实呢 我们就说 传说中碎人士教导人们使用火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熟食是人类平均寿命可以变得很长的原因 看看跟我们结构几乎相同的这些哺乳动物 其实寿命呢 都不如人类来得长 所以呢 相信熟食杀死了细菌这件事情 杀死了病毒这件事情 是人类平均寿命变长的原因 可是呢 火的食用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一些火灾的发生 瞬间呢 就夺走人的身家性命 还有财产 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可是呢 我们却不断地累积这些正确的规范 来使用火 让火呢 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好用的工具 可是又变得非常的安全 所以呢 要记得能力大的工具 一定会伴随着风险 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人类利用水啊 火啊 和风力这些作为工具 来作为能量的来源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不是没有风险 要使用它就必须要了解它 并且遵守规范才可以 我们呢 用起来安心 对不对 你也放心 我也快乐 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重点就是 我们要找到这样一个规范 另外一个方面 像汽车 飞机 这些都是伟大的发明 对不对 我们呢 现在人类文明啊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交通啊 越来越发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呢 这些飞机啊 一旦发生事故呢 哦 影响真的非常非常重大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放弃使用这些伟大的发明 其实不是的 我们应该试着了解它们的风险啊 并且尽量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每次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抗争 抗争说 这个电磁波好大 这个电磁波好危险的 尤其电视上面 有些节目呢 非常的违人总听 讲得好像电磁波无疑是处 事实上呢 我们呢 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有些电磁波是好用的 对不对 而且 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家电的出品 必然经过许多的测试与实验 微波炉呢 大量生产变成家用的一个电器 微波炉从大量生产到现在 已经有50年了 我们对它的了解 它绝大多数的问题 都已经是完全知道 而且呢 包括对人体的影响 已经 都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了解 所以 它到底危不危险 我们说 微波直接照射你 确实会把你阻凑 那在美国也曾经发生过 因为不了解微波而产生一些流行性的癌症等等 但是 那些都是并不是使用微波炉 因为微波炉呢 一开始就已经界定在非常安全的范围 就是说 让它微波只留在微波炉里面 所以 只要我们能够了解微波炉 了解微波炉 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它的便利 并且呢 保证是安全的 所以呢 对电磁波对生物体的影响 就是说电磁波对生物体的影响 其实一直都有人在做动物实验 只是这个实验呢 我们必须说 并没有那么容易来做 但是 基本上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 只要是正常使用 没有在外泄微波的情况底下 微波炉是没有发现 任何对人体有任何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是没有的 所以呢 大家对微波炉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放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介绍 微波炉常见的危险使用方式 其实啊 我对这个题目还感到蛮有兴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都可以看到一些网路上面的影片 网路上面文章告诉你 微波炉有多危险 实际上呢 有一些东西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简单的列了五项 煮蛋没有波壳 把容器密闭 使用金属物品 过热容易的现象 还有操作时盯着视窗看 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网路上面很容易看到 大家尊尊高兴 这些事情呢 是很危险的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附带说明一件事情 前一段时间呢 塑化剂的事件 让台湾人对于塑胶产品 有相当大的了解 但是在我们课程里面 因为我们并不是所谓的化学专家 也不是食品安全的专家 所以呢 这部分使用塑胶容器 来作为微波加热器材的 其实不太适合由我们物理课程来讨论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需求 或是有这方面的兴趣 请你参考其他微波容器专家的论述 那我们呢 使用微波炉来煮蛋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只要是任何密闭的容器 你没有把它打开一个洞 那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像煮蛋没有剥壳 或者说其他容器 我们没有把它打开一个洞 而把它完全密闭的话 这时候它产生的问题都是 因为微波加热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呢 它可以让水很快的就蒸发 变成水蒸气 水变成水蒸气之后呢 整个容器内部啊 或是蛋里面的压力就变得非常非常大 这个压力很大呢 只要容器没办法撑住 蛋壳没办法撑住 它就会爆裂 所以呢 如果你一定要用微波来煮蛋 建议的方式就是 第一个 直接把蛋打出来在碗里面 第二个 蛋壳呢 我们可以拨开一个洞 然后呢 再来开始煮蛋 这样子呢 会比较安全 至于微波的容器呢 最好都使用 有一个开小孔 可以卸压的这样一个容器 所以呢 以下请看我们的影片 还有我们的照片 不是有化妥了吗 一会儿五刀三分钟 一会儿五刀三分钟 那么再和我们来准备的 一会儿五刀三分钟 一会儿五刀三分钟 应该来说是可以让封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是说维波乳脏掉了 所以你说一定要在家里做这个实验 一定要在家长的监督一下 如果你自己就是家长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可能要清理得很辛苦 好 再来 我们接下来要做另外一个 也是很危险的实验 就是说到底金属物品 可不可以放在维波乳里面 其实是这样子的 维波 因为它是电磁波 所以你若是金属 金属自有电子 所以当维波造射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会发生了 这个电子就会被维波带动 然后跟着电磁波一起跑 当然我们不会跟你讲说 它是完全同步的 因为这个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 远超出我们课程范围 我们只能跟你讲 电子它会在金属里面 就到处乱跑 到处乱跑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它有可能会产生火花 产生磁场 产生电场不是磁场 电场然后产生火花 第二个它会因为这个电子巨对的跑 然后产生电阻效应而发热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看录影带 我们可以看到 铝箔来加热的时候 它甚至热到会烧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有第二个问题 在我们看影带之前 你先思考一下 既然放了铝箔 会让它烧起来 那我们如果把铝箔 放在玻璃杯里面 玻璃杯加水 那铝箔会不会烧起来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同学呢 可以自己先试试看 我们这个答案是有还是没有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影片 好都看完影片了 这里千万要记得 几乎我们可以这么讲 你只要把金属物品放在铝箔里面 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它真的都会产生火花 都会发热 铝箔的话 几乎你只要加热 一点点的时间 它就会烧起来 所以非常非常不建议 你在家里做这个实验 但是 但是 你有看了第二段的实验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把铝箔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这时候铝箔其实是不会烧起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铝箔用水包覆起来 或者是任何一个金属物品 用水包覆起来 再放在微波里面加热 事实上是不会有危险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里面 就已经充分告诉你 水非常非常喜欢吸微波 所以被水所包围的金属 完全浸在水里面的金属 事实上它几乎微波是受不到的 就算它受到微波 它所产生的热量 也很快就被水带着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但是也许就有学员会想说 那我用金属容器来装水来加热好不好 也是不建议这样 因为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是用水把金属物品包覆起来 所以我们跟你讲这几乎没有危险 但是你拿金属容器来加热 它本能就是金属容器 所以还是一样会产生火花 还有也许有可能会有过热性 因为我们不太知道你的锅子或是容器 这个金属到底制造过程当中 有没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我们所不知道的 好 各位学员 所以我们现在来揭晓答案 到底 把铝箔放在水里面再拿去加热 用微波炉再加热 会不会有危险呢 答案是没有的 好 那我们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个叫做过热的现象 Superheating的现象 Superheating的现象 这个呢 网络上面啊 我们常说 微波炉很危险 为什么呢 它可以把水加热之后呢 看起来是没有沸腾 可是当我们呢 放入一个玻璃棒 或是加入我们要冲泡的粉末 或是轻微的摇动它 它就会开始产生过热的现象 我这个过热的现象真的非常非常危险 那我们呢 就在我们实验室里面 用我们的微波炉 也拍摄了一段过热的现象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跟你讲 在家里要试的时候 它真的非常非常危险 然后呢 你不一定会成功 因为你的水不够干净 你的水如果里面有气泡有杂质 它事实上失败率是很高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加热过程当中 我们最后 用了一些小小的技巧 让它可以加热成功 好 就请看影片 今天的示范实验是过热现象 指的是水已经达到沸点 却没有沸腾的现象 但是只要受到干扰 例如丢入粉末或是摇晃 就会瞬间沸腾 使用水 此时的水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 在家模仿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好 各位學員都看完影片了嗎 那我們就繼續討論 你看到影片覺得酷 對不對 我會說熱 其實沒錯 整個沸騰起來 哇 那個是突然間就會發現 為什麼它突然間沸騰 因為我們沒有在加熱 為什麼 微波度門已經打開了 不可能在加熱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想的事情是 為什麼突然間 它就開始產生了沸騰的現象呢 或者我們倒過來問 它明明可以沸騰 為什麼之前沒有發生沸騰的現象 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水呢 在到達沸騰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一個叫做氣化的核心 平常我們的水看起來是非常的乾淨 事實上它是充滿了雜質 或者是我們用鍋子來加熱的時候 鍋子上面有很多凹凸凸不平的地方 它都可以造成一點點的變化 所以呢 當我們平常用鍋子來加熱 或者是我們平常呢 這些水啊 用微波爐來加熱 其實都不太容易看到這個過沸的現象 或者是說過熱的現象 好 那我們用微波爐來加熱的時候 為什麼特別容易產生這種過熱的現象呢 是因為 當我們用微波來加熱熱水的時候 我們的熱是直接加給這個微波爐 對不對 講錯了 這個微波的熱是直接加給水 對不對 加給水之後呢 你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喔 加給了水 那氣壁呢 氣壁不是熱的來源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水的分子 它們是同時獲得的熱量 所以大家呢 基本上就是一起熱在一起 對不對 它們呢 一起做距離的運動 一起做距離運動呢 它們呢 一起運動的結果 不見得會有氣化的產生 為什麼 氣化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水分子 離開其他的水分子 跑掉了 它變成了水蒸氣跑掉 這個才叫做沸騰 對吧 所以呢 當大家一起運動的時候 不見得 它會有機會變成水蒸氣囉 所以 當我們突然間把一些 可以改變這些水 彼此之間狀態的東西 比如說玻璃棒啊 粉末啊 或是其他東西 加在水裡面的時候 或是我們搖動這杯子 它呢 就可能會突然間產生沸騰的限量 所以呢 基本上 那杯水它的溫度 其實已經超過沸騰 可是它並沒有沸騰 所以呢 它是一個過熱的液體 所以呢 而我們搖動這杯水的時候 它突然間產生沸騰的限量 我們就稱它叫做突沸的現象 你要在家裡做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實驗 也一定要在家長的監督下來進行 然後我們平常呢 其實是要避免這樣一個過沸現象的發生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啊 你突然間摸了這個杯子 移動這個杯子 它突然間開始沸騰 很容易產生燙傷 所以我們要怎麼避免呢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記得在我們的第二單元裡面 我們要教你 其實我們要加熱水 我們其實是可以算時間 我們把時間算好之後呢 水會剛好沸騰 然後又不會加進太多的熱量 所以呢 這個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怎麼樣 比較節省能力 第二個可以避免過熱的現象 再來我們就是可以利用加熱之後 都養成一個習慣 讓水稍微放置一小段時間 讓它怎麼樣 讓它熱量多散吃一點 或者呢 你可以利用加一根玻璃棒 或其他的非金屬的物體 來做為氣化的核心 都可以避免這種過熱現象的發生 也不會產生突廢的現象 避免傷害到自己 最後我們呢 要來探討一個 就是說操作的時候 不要盯著視窗來看 每一通訊說不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個密閉容器的 有沒有看到啊 不用擔心 我們在這個單元 就同時給你看到這兩個現象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微波爐操作的時候 通常會有人告訴你 不要盯著微波爐的視窗來看 你會說 嗯 現在這個規範我不相信 為什麼 我們在第一個單元裡面 就已經告訴你 事實上我們可以自己 很簡單在家裡就測 沒有錯 微波爐幾乎是沒有任何微波外泄的 那我們盯著它看 不盯著它看 有什麼差別嗎 事實上是沒有差別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 在沒有外泄微波爐的情況下 你盯著微波爐的視窗看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危險 這個邏輯上是完全正確的 可是 你如果問 那這個規範是不是可以拿掉了呢 我們會說 這個規範不可以拿掉 在操作微波爐的時候 建議不要盯著視窗看 你會說這不是矛盾嗎 沒有矛盾 仔細聽 在正常的操作情況底下 微波爐沒有外泄 你盯著視窗看 是不會有危險的 但是 如果是不正常呢 會不會產生危險呢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有一個操作的過程 它在操作的時候 它把門撞壞了 或把門撞開了 這樣會不會產生 微波爐外泄呢 答案是會的 會產生微波外泄 你盯著微波爐看 這時候不是會讓你的眼睛受到傷害嗎 比如說 我眼睛立刻把眼皮扎起來就好 不 你要記得光跑得比所有的東西還快 所以在那瞬間 微波可能就已經到達你眼睛了 比如說到達眼睛 你之前講 不是微波照到皮膚 最多也不夠燙傷 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的皮膚燙傷 基本上如果不要太嚴重 它會再生 請問眼睛有沒有再生的能力呢 眼睛裡面的水一旦被加熱 它會不會讓水晶體產生變質呢 這個都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微波照射到眼睛 它產生的傷害應該會比皮膚 或其他的地方的組織還要大 所以呢 對眼睛我們是要最加以保護的 所以完全不建議盯著微波爐的視窗來看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請看我們以下的影片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五种危险的现象 其中二和五我们是用同个影片来播给你看 所以我们来看 一 阻弹未播壳 就是说没有把壳稍微打破个洞 这个呢 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容器密闭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使用金属物品 这是有条件的 别人都说是错误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 你如果是把金属片放在水里面 其实是没有危险性的 但是当然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危险 你把水完全都蒸发干了 它当然就会发生危险 再来第四个 过热容易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千万我们是建议你不要自行操作 第五个 操作的时候盯着视窗看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原因不在于微波 正常操作的时候微波外界 而是在于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 它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眼睛 好 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结论 任何一个工具都是可能会产生危险的 工具的能力越大 产生的危险可能就会越大 遵守规范才是安全的保证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努力的 我们说台湾是一个自由之岛 是一个宝岛 大家都很喜欢我行我素 都会想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的安全真的要遵守规范 有一些东西你就不可以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在台湾网络谣言非常的多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 全世界各地的网络谣言都很多 可是这些网络谣言为什么会传遍各处呢 因为你没办法判断 还有一件事你不相信专家 你不晓得谁是专家 还有专家话你也不相信 你在想说所谓的专家会不会被家电公司所收买 其实是不会的 我们都是秉持着学术的观点 然后非常的自由来做这些实验 我们用我们独立的自主来评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是人云亦云 我们告诉你 韦布鲁基本上是相当安全 只要你遵守一些比较的规范 最后请大家记得网络谣言其实不一样任意的传播 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它很酷 传一传大家笑笑 那算了 可是很多人云亦云错误的知识不断的传播 那真的只是谣言 你要记得谣言是可以止于智者 智者我相信就是你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不是 等等 firearm 并不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